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吉隆市长推动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第二间厂牌的电动机车门市 在中山二路开幕 市长谢国良指出 9月28号起将在台铁二楼设置展示区 未来会在全市广设充电柜 2 1 中华EMOVING电动机车 中山二路开设旗下电动车门市 20号正式剪彩 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 还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先这样的 卡住了 谢国良亲自拿起600瓦家用充电枪 示范如何在家充电 与其他厂牌不同的是 中华电动机车不需要更换电池 而在家或者外面都可以轻松充电 在家差110个电就可以充电了 那它是这样充电枪的 既光阳电动机车在东信路开设 电动机车门市 中华电动机车也插其基隆 除了看准电动机车未来的市占率 也认同市长谢国良新年电动机车的政策 我们只有大概一年就是领这个油车 大概就是一万两千台的大概这个数据在 每年大概都是这样的量 那透过那个市长的这个专案可以帮助 就是这些青年朋友 他们家里可能有一些长辈 有一些老旧的机车 他们在选择自己的下一台机车的时候 就可以把长辈亲友这些老车 油车会增加废弃的这些东西 他就可以借着这次的政策拿出来淘汰 然后换购一个这种没有污染的电动机车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城市的那个机车的形象 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光阳和中华两间电动机车业者正式开幕 市长谢国良说 9月28号之后将在台铁二楼设置展示区 相关的车款和资讯都可以提供民众咨询 我们会打造一个青年免费公益电动机车的一个展示区域 到时候两个厂牌都会共同加入 那我们也会沿用基隆少女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漫的元素 来这个凸显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 让很多青年朋友到那边 我们也在固定的时间 这个固定时间到时候再宣布 也会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出来解说 跟大家说明这个方案 未来一些大家要申请的种种的这些流程 那总之希望让整个这个查询 申请 身份验证查核 最后领车等等 都能够带给大家便利跟舒适 市长推动这个政策对我们基隆市民是真的很有感 也很有爱 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现在的景气不是很好 那要买一台电动车真的有这样的困难度 那市长提取我们民众的 就是说交通方面的不便 所以他推动这个政策 我个人觉得值得鼓励 而且也很认同 也希望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山丘的地段 对 几乎对机车对我们基隆人来讲 相当的 等于是必需比 所以说一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三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 依据市府规划 预计明年每个月都能顺利交出1000辆的电动机车 目前正积极扩建充电站和充电柜 希望充电设备能够普及 让电动机车族群上路更方便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超谋又疗愈的3D胖橘猫 弱角基隆咯 由智威集团在基隆救火车站顶楼 打造全台最大裸式3D弧形荧幕 昨晚正式启动 在基隆救火车站上面的这个裸式3D弧形荧幕 正式在基隆登场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拍摄打卡目不转睛 就还蛮特别的 对 谢谢 就是原本是说在日本的那个 东京的那个街头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画面 那现在这个东西好像 也是原汁原味搬到基隆来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有一种就是不用跑到日本去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很新奇的画面 所以就是喜欢帽培应该会蛮喜欢的 对 对 谢谢林部长 还有我们的欧阳总长 在台湾的最北端 可以打造一个这么漂亮的LED 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待在媒体 对这样的LED是非常非常困难做的 以前我们每一次都要看 在东京新宿的跨年的时候 他做的LED的特效是什么 现在在基隆就可以看到了 记者会正式启动全台湾最大的 裸氏3D曲面荧幕墙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 内政部长 智威集团董事长之外 还有基隆市交通处处长王俊宏 民政处处长张燕翔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郭美秀 秦真 以及友达董事长熊师旅游的长官 都到现场来见证历史时刻 哦 开始不一样了 好 那么也请部长 帮我们手压到这个启动按钮 可爱的外星生物胖橘猫 将正式的长期居住在我们基隆 Eniverse成为大家的后宿币啊 你帮他取什么名字 我想要帮他取吉古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一个特殊的叫法 然后他又是黄色的 就很符合 对 哦 不错哦 对啊 因为他现在叫胖橘猫 你叫吉古兰很不错 那部长觉得呢 我觉得还蛮适切的 这个圆圆胖胖的 而且颜色也很像哦 所以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我也投台一票 吉古兰 诶 没错 没错 对 而且又有基隆在地的这个意象啊 对 跟我们美食又结合在一起 对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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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讲说叫吉古兰 诶 这个好啊 这个名字也好啊 对啊 这个也很像 很像 然后又是基隆美食欸 对 我没想到这个欸 对啊 我没想到这个欸 然后再加 然后加 我看颜色怎么一模一样 列入选项 选项啊 呃 我非常开心 我很感动 我们延续了林部长的政绩 谢谢 呃 我们让基隆这个地方 可以变得更美好 我常说 政策是延续性的 呃 一棒接一棒 呃 我们要让林部长放心 我会努力把这个地方打造的 如您所在的时候 一样的要求 呃 大家都在基隆 大家都在台湾的最北段 我们都希望基隆可以更好 确实基隆要亮起来 要变更好 需要所有人共同来努力 包括地方跟中央 政府跟民间共同来推动 看见行动 就看得见基隆的愿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八斗高中后山 近年来出现了艳色虎卫 天鹅 绿头鸭等情类 悠游其中 湖光深色之美 让人心困神疑 一起来一探秘境 跟着校长穿越篮球场 来到校园后山 湖光深色映入眼帘 鸭子热情的打招呼 知道有食物可以吃了 你看他们在吃 黑天鹅与绿头鸭 悠游湖中 这专属校园的秘境 最近才被制造出来 要是要谢谢我们地主 地主是我们这个北都冷冻的老板 他特别派人来整理这个地方 把这个环境整理得非常漂亮 而且随时在维持 然后他也常常会来关心他们 把这位这些饲料 这些饲料也都是我们这个老板 特别提供的 那这个是我们八斗高中 独有的独享的秘境 水灰很深吗 校长说不会 地主运用被台风吹落的铁皮屋 当湖底 加上沙包固定后再放水 这专属校园的天鹅湖秘境 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 师生可以探索天鹅湖的生态系统 观察并学习各种生物的习性和栖息地 进而了解生物多样性 与尊重自然生命 共同遗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暖西里长张凯杰 和市议员林敏勋积极争取下 市府终于在暖暖街和东市街十字路口 设置行人触控后置 控管红绿灯保障行人的安全 要通过东市街到暖暖街的行人 特别是行动比较缓慢的长辈 现在过马路更加安全了 由于基辅公路开通后 大小车流量急速暴增 再加上暖暖一带居住人口也多 因此行人要在暖暖街和东市街这个十字路口 利用行人穿越线过马路 还是一样非常危险 因此在暖西里长张凯杰和市议员林敏勋积极争取下 市政府终于在这个路口设置行人触控号制 要过马路时按一下按钮 等待几秒钟 红绿灯就会进行切换 控管来往车辆停等 特别提升保障了老若妇孺过马路时的安全 真正做到行人友善 这个基辅公路 以前是因为那个六日的时候车比较多 那现在其实疫情解封之后 平日的时候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那所以说很多长辈跟很多朋友说 从这个我们正宏道桥这边 要过去到对面 不然是这个我们游应公庙 或是这个煤矿的这个遗址 要走过去运动公园 其实这个都没法过去的情况之下 因为它闪黄灯 那其实穿越的时候会非常的危险 那建议我们这边可以来向市政府 来争取设置这个行人穿越的 这个耗制的按钮 那我们在这个过年后 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其实就有向市政府来做争取 那感谢这个凯杰里长 那以及我们先前的这个 中文姓里长的建议 那我们在争取的时候 那市政府到这个时候 来把它设置完成 那因为先前是有这个 需要采购设备 然后跟这个行政程序的 这个流程当中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九月 把它做一个完成 那让民众可以过马路的 这个长辈跟民众会更加的安全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 那因为车油量真的蛮大的 那大家在过马路之前可以先按 那等他号制跳到 我们可以行走的号制的时候 我们再通过会比较安全 因为附近的民众 一直常常跟凯杰讲说 他如果要回家过个马路 必须一直要等到完全没有车 但是就因为基辅公路有开通这条路之后 然后后来常常发生车速过快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弯道 然后会常常很容易发生意外 然后也谢谢我们敏薰议员 帮我们争取这个穿越道路行人按钮 市议员林敏薰进一步表示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 都装设有行人触控号制按钮 也提醒民众记得过马路时务必先按一下 管控红绿灯变换后 行走行人穿越线尽快通过 既方便又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段路就业中心前的公车站牌 后车停使用率高 将近百公尺的人行道不仅狭载 铺面更是多处损毁破洞凹凸不平 连议长童子威也被绊倒 市员许瑞茨就邀请议长一起会开 要求改善 来到中正路后车停 一旁人行道老旧 磁砖破损不堪 要走路都很困难 太多了 而且太窄 也不好走 不只人行道宽度不到一米 走在上面满满树根和坑洞 让民众宁愿走在车道上 相当危险 可是这样的一个后车停呢 不管是公车处这边所负责的 公车停的一个高低落差问题 甚至是人行道公共处负责的 人行道的一个路面不平的问题 然后旁边还有影响到路数 路数生长后 然后导致它路面不平的问题 有三个界面问题的落差 导致民众在这里后车时 是相当的危险的 市议员学池接获民众反应 就业中心公车后车停 人行道破破烂烂 早就不堪使用 人行道与路面高低差 具有25公分 议员学池 协同议长同志委 邀及公共处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过程中 议长同志委 也被突起的地砖半岛 路实在太糟糕 这个更何况如果是下雨天 你还拿着山 拿着包包 拿着书包 或者是拿着菜篮 或是老人家拿拐杖 这要怎么走 因为的确这个部分 配合人行道的空间 我们有改善的空间 那我们就来做 经过现场会刊 市政府独发处 将把盘坑错节影响弦的路数移走 公务处会重新铺设人行道 公车处将把后车停 和人行道的高低差平整 市长谢国良表示 全市有很多的人行道不理想 未来会继续改善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 比较固定清醒 电视 引擎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灯的 这些小动作 不得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一辆 哎呦 真厉害啊 注意 9月22日前 记得申请地价税减免 或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因疫情 无法返国 获其召禁为签出改课税的朋友 110年 即111年地价税 也别忘了申请 恢复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记得提早申请哦 哎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了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要你抽烟的人 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绝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哦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犯合法骑柔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秋节快到了 卫福部基督医院营养师 鼓励民众逝世 兼具美味和健康的地中海串烧 减少过多的油脂跟胆固醇的负担 您没有看错 卫福部基督医院副院长陈维达 和营养师林玉婷以及杨秀宇 端出色香味俱全的串烧 还没有烤就已经让人食指大动 这也不是医生和营养师斜杠人生 想要卖起串烧 而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许多民众都会和家人或好朋友们聚在一起烤肉赏月过节 卫福部基督医院则是鼓励民众可以试试看 兼具高鲜高钙抗氧化的地中海串烧 更独家推出了宁香鲑鱼串烧 望南韧鸡串烧 以及适合吃素民众享用的鲜酥豆腐串烧 三种口味 多了美味和健康 减少过多油脂跟胆固醇的负担 失智症的饮食研究里面呢 大部分最推荐的也还是地中海饮食为主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把这个讯息传递给这个民众 我相信民众会知道说 尽量吃食物的原型 不饱和脂肪酸占比比较多 然后红肉偏少或加工品变少 这样子就是基本上比较符合我们健康保养的原则 今天设计的地中海串烧啊 主要呢有六个特色 我们选择了多元态 多蔬果 以及多色彩的食材来进行设计 那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富含优质蛋白质的串烧 并且甲含量是比较高的 纳含量是比较低的 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保护的功能的 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望南嫩鸡串烧 所需的食材包含凤梨鸡胸肉 青椒茄子还有蒜苗 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蔬菜来源 各种颜色都有 尤其是当中的凤梨 凤梨啊它因为本身但有酸甜味 所以跟鸡肉一起烘烤的话呢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美 而且还可以减少调味料的使用 比辣高奖是更为健康的 那么第二种串烧呢 是海鲜 是明香鲑鱼串烧 使用的食材包含鲑鱼小甘茄 洋葱黄椒还有乳笋 那这一个串烧呢 它的特色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 不管是绿色黄色红色白色 都是有的哦 我们刚刚有说到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啊 它当中的植化素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吃了这一串串烧 就可以摄取到非常多种的植化素种类 还可以帮助抗氧化 那有些人呢会担心鲑鱼啊 比较有海鲜独有的腥味 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黑胡椒 辛香料或者是柠檬来进行提味 针对素食的族群设计了 素食者也可以吃了鲜酥豆腐串烧 使用的食材包含板豆腐 海苔香菇 红椒秋葵以及玉米笋 这个串烧的特色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素食者 非常重要的两个食物来源 就是菇类还有藻类 菇类当中啊 是富含维生素D的 那么藻类呢当中富含维生素D12 对素食者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那因为板豆腐当中啊 也是非常好的钙质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份串烧 两串的钙质就高达了将近200毫克哦 那以上介绍的这三种串烧啊 取得食材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一串都不到100大卡 营养师也建议民众 许多长辈都有牙口不好的问题 因此可以采用天然的 凤梨心榨汁来腌制鸡肉和猪肉 让肉品更软嫩 方便长辈咀嚼享用 另外营养师也推荐 可以用天然的柚子 调制成柚香烤肉酱 可以吃得更健康 心动不如行动 今年中秋烤肉 不妨试试看 基隆医院力推 兼具美味和健康的 地中海串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从电农资指到基隆海边独居画家 现年80岁的刘富宏 目前正在台北市著名的 顺义台湾美术馆 以海角新乐园为主题 开设各展 在外幕山的个人画室中 刘富宏细细地讲解多幅画作的构想 和当初作画的意境和心境 从电农资指到基隆海边独居画家 现年80岁的刘富宏 目前正在台北市盐平南路5号3楼 著名的顺义美术馆南画廊 以海角新乐园为主题 开各展到9月17号为止 展出毕生画作的精华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也亲自前往欣赏 并且买下画作 赞赏刘老师的画作 颜色大胆 构图独特 将海洋人文化也将画作故事化 更用绘画技巧描绘出基隆的美 顺义美术馆也收藏他的画作 已经独居在基隆市外木山地区 30多年的刘富宏 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用捐赠或是卖画的方式 让有关单位或是个人 收藏他数百幅用人生画下的画作 不要就此消失 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一个人 你毕生的心血留在这边 到最后毁于一旦的话 就变成没意义 而且这个 很多东西 你现场这个时代的美感 也许等到下个世代 所有海边的景色已经面目前辉 甚至有的我们看得到的 再过几年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在这段时间的一个 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我是觉得能够保存下来 给下一代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叫怎么讲 就是得留给下一代的一个资产 刘富宏老师的画作 许多都是以居住地外木山海边或是基隆 甚至是东北角和北海岸 以及宜兰海边的景致为主题 也有许多以野百合等植物为画作基础 除了开个人画展 也欢迎对于艺术和画作有兴趣的社会各界 到他位在外木山也就是基隆市文明路39号 外表是一栋象征海洋风情的蓝白屋 个人住宅画室参观指教收藏画作 艺术的东西 个人看法不一样 那么我们画图的人 最终的就是我不断的提供新的视觉经验 比如说你没有看到这种颜色 那我们创造自然颜色 那我们创造自然颜色 你比如说那张黄色的 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那我们提供给扎中 没有看过海水会这样子走的 那我们提供给大家欣赏 那你不断的在那里面摸索 不断的在追求 这是一条不归路 你永远看不完说不完 而今年一月份因为关怀独居老人活动 和刘老师结缘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除了盛赞刘老师的画作之外 也推崇独居的刘老师 除了画画以外 更培养出各种兴趣 时常到海边游泳以及运动 也在住家阳台设置瓜棚 享受人生 可以说是独居老人生活的好典范 值得大家学习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层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味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际网络都能再开新局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